歡迎大家來到我們草屯最熱鬧的一條街中山街 那我們南神屋也是位在中山街最熱鬧的地方 我們店主要是賣紅豆藝人的 我所有的產品不管是在甜點類還是剉冰類 還是我們主打的伴手裡都是以紅豆藝人為主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在日本待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當初我要開這個店叫南神屋的時候 就很多朋友或是客人問我說 是因為你在日本待過這個名字對你在日本的居住是不是有什麼意義 我跟他說沒有完全沒有 很簡單我就是用台語翻過來的懶型 那懶型這個詞可能會對一些上年紀的 就是阿公阿嬤會比較有 就是知道這個意思 那我大概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 懶型的意思就覺得說 我跟紅型有點不太一樣 那一懶型的話會覺得說 我有很好的東西想要給別人一起分享 然後得到大家的讚美 我不是為了賺錢而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而是因為我覺得有很好的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因而得到大家覺得說 欸這東西我很喜歡 那因為你喜歡 改天我造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會再一次跟你分享 當初是有這樣最開始的一個理由 所以才會想說 欸那我的真的有一天我來開店了 我的店名就要叫南神屋 也是就從懶型這樣翻過來的 那最簡單的是為什麼要賣紅豆藝人呢 我的父母他們在40年前 那時候可以說是開了一家叫我家冰果市 只要在草屯當地現在年紀大概是在50歲左右等 一定都有停過這一家店 那最早期的時候冰果市的料是有十幾種二十幾種 那在這其中他們後來大概做了四五年左右呢 也因為就是真的是生意很好 然後也真的是沒有體力 那休息了沒有再繼續做 然後呢在這段期間偶爾他們有朋友來的時候 他們就煮個紅豆藝人給他們吃 讓他們品嘗一下就是那種古早味的甜點的東西 然後有朋友呢他就覺得說欸這個真的很好吃喔 然後我就是我很喜歡吃 那我爸媽他們就覺得很開心我跟你分享 你有跟我講這個東西好吃 那所以下次我要就是在煮的時候我就在可以吃 所以他們人家講說啊你這個做懶型 我八十幾歲阿媽那時候就講說啊你這個做懶型的 就是愛紅型愛人烏肉愛人煲 那所以那時候我才想說開店的時候 那我就取名就是南神屋的由來 很多人創業呢是覺得想要創新 然後想要就是說做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單純我的創業我就覺得說欸我的爸媽他們在 有這種三四十年的基礎在 那我覺得真的是東西是很棒很好吃 所以我當初開這家店的時候 我真的是想要把它傳承把它做得很好 那當然在傳承的情況下口味不變的情況下 我把紅豆藝人又申請到一個不同的境界 很多人覺得說欸紅豆藝人紅豆湯藝人湯 或者說紅豆牛奶冰藝人牛奶冰 可是我會覺得說你紅豆藝人除了說在冰店可以吃到之外 我們其實是把包裝成一種伴手禮的方式 當你去別人家可能拜訪或者是自己買回家 都可以像這樣子一桶一桶或者是一小盒的 你回家的時候只要把它挖起來 在你自己的容器裡面加入同等比例的鮮奶或者開水 你在家裡隨時都可以享受到好吃的紅豆藝人鮮奶 或者是紅豆藝人湯 甚至很多客人他之後都會來跟我分享說 欸老闆娘你們這個東西不只可以放在鮮奶 或者是無糖的一些液體裡面其實放在無糖的豆漿 還有他也有嘗試過把它抹在吐司上面當成果醬 或者抹在鬆餅上面當成一種配料 其實都很好吃 那有很多客人早上他會比較重視健康 他會覺得說我想要吃麥片加鮮奶 可是麥片加鮮奶沒有什麼味道 他們加入我們的紅豆跟藝人之後 第一飽足感有了口感有了 而且營養也滿分 那我們的東西一定百分之百是純天然的 除了糖水跟紅豆或者藝人原料 完全不加任何的東西 那因為呢這種甜品東西原本就是有帶甜的東西 那有加糖 那所以他的保存都有一定的時間 那我們都會介意客人說 你只要放在冰箱裡面保持適當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有放到一天 所以很多客人其實買這種東西回去 當成客人來的時候一天點招待 或者是早上當早餐其實都是很方便的 對 完全不一樣 哈囉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帶著各位朋友來到我們草屯鎮 我們中山街這邊有一家男神屋 他是專門在賣我們的紅豆跟藝人 那我們的老闆娘也是算是我的好姐妹 那從她爸爸媽媽開始 大概三四十年前就在經營我們草屯鎮 那非常有名的一個全國冰果市 那相信說大概跟我大概同年紀的好朋友們 都應該知道這家冰果市 那現在由二代來接班 那他們專門最拿手的就是他們的紅豆湯跟藝人湯 那紅豆吃起來非常的綿密 那藝人非常的滑順跟可口 那在這裡也希望說很多的好朋友 如果你們有來到草屯來遊玩的時候 可以到我們男神屋 我們的甜品店來做一個品嘗 那當然我們這邊除了我們的紅豆湯跟藝人湯之外 我們的老闆娘現在也研發了很多的一些口味 包括我們的嫩仙草 還有我們的藝人湯圓 都是非常好吃的 那當然我們也準備了一些外帶的一個禮盒包裝 還有甚至有個人的一個包裝 都歡迎說各位朋友 如果來到我們草屯男神屋 一定要來我們的男神屋這邊來做一個品嘗 好吃的紅豆湯跟藝人湯等著你們來喔